作者,王德华印度总理伊姆兰哈28日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宣布,被击落并在巴基斯坦上空被俘的印度空军飞行员将于29日获释,以此作为和平的姿态,并强调对话的必要性。 他说,作为和平姿态,我们将在明天释放它,所有问题都应该通过对话解决。 巴基斯坦空军中小瓦尔塔曼的飞机星期三,在飞越克什米尔上空时,在巴基斯坦领空被击落。 从飞机上弹射下来后,他被犯怒的平民包围,后被巴基斯坦士兵救出。 印度外交部周三承认飞机失联,但宣布一架巴基斯坦军用飞机也被击落。 新德里星期二对巴基斯坦境内的一次恐怖分子营地发动袭击后,两国开始互相攻击。 印度为这次袭击辩解说,这是对巴基斯坦激进分子,在2月中旬袭击并杀害40多名印度警察的回应。 印度外交部长说,如果美国可以,为什么我们不可以? 班拉登市的袭击,随时在巴基斯坦有可能发生。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库雷西周四早些学后对记者说,巴基斯坦政府愿意考虑,将这名被捕的飞行员送回巴基斯坦,前提是释放,他将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。 他强调说,我们已经为所有积极的接触做好了准备。 随着紧张局势似乎远而平息,印度总理莫迪宣布,他的国家像岩石一样严历不倒,以对抗他所称的巴基斯坦的邪恶计划,尽管两国一直在相互指责,并将冲突升级。 这责任推给对方,但双方都不希望爆发全面战争。 然而,一些分析人士预测,最坏的情况也可能发生,导致使用核武器冲突发展成更严重问题的前景,已可能最终成为众美两国的一个主要问题。 作为巴基斯坦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,如果巴基斯坦陷入混乱,中国可能会受到严重打击。 与此同时,华盛顿与两个国家的关系都足全边站,这可能会危及两国关系的发展。 军人都是执行命令的不是恐怖分子,所以,没必要为难飞行员。 释放飞行员既表达了善意,也狠狠打了印度的脸。 为巴结点赞。 请不吝点赞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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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。